空拍 探勘 送货 这是一般人听到无人机直接想到的用途 但其实无人机也能运用在战场上 不用一兵一卒轻爽战场 只要在远端萤幕上按下按钮就能发动攻击 这样新形态的战争模式是在91恐怖攻击后 美军就成立无人机暗杀部队 要展开反恐行动 当时美军将原本只负责侦查任务的掠夺者无人机 2002年11月首开杀戒 在夜门轰炸记忆组织越野车打死6个人 之后2011年也在巴基斯坦发动75次无人机空袭 2012到2013年更在阿富汗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美军无人机不止部署在中东 据传可以执行暗杀任务的灰鹰无人机 也曾被派到南韩要对金正恩在内的北韩高官展开斩首行动 如今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已经进化成不论大小都有 根据统计到了2024年 全球无人机市场中商用无人机只占100亿美元 但军用无人机却有高达810亿美元市场规模 只是也有许多无人机已经搭上AI员工智慧 成为全自动攻击机器 专家忧心这恐怕会让战争更加失控 无人机在科技与道德间界限如何拿捏 是军备大国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人工智能与F-16战机飞行员对战 吸引众多军迷围观 画面上的黄色飞机是美军武器学校飞行教练 代号Banner 五轮模拟空战结果 人工智能以5比0击败了人类飞行员 在决赛中胜出的赫伦 AI演算法至少进行了40亿次模拟训练 我认为我最惊讶是 这时的机会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能够接触战争相比较适合 或者在他们训练的状态 但他们仍然跟那些战争相比较适合 甚至是有点不同的事 阿尔法狗斗试验是为了增加飞行员 对人工智能的信任 实现人机结合的空战演化 美军忠诚辽机正在研发 将XQ-58A女武神无人战机 作为F-35隐形战机的辽机 让他执行近距离侦察 监视压制敌方防空体系等 风险性较高的作战任务 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可以承受9G甚至更高一点的过程 但是其持续时间短到要1秒计算 因此在传统的空战中 能做出多大的机动 并且持续多久 主要是受飞行员身体的限制 但是无人战机就能够摆脱这种进步 空中作战细节问题交由无人机处理 飞行员坐在驾驶舱内专心战略思考 随着AI算法不断演进 未来战争形态可能会出现更大的改变 美军也是雄心勃勃 终成疗机只是浅尝试水 而美军真正想要的是 让无人疗机变成掌机 真正的颠覆传统空战模式 AI一旦成为掌机 意味着飞行速度 隐形能力以及演算法 已具备人类形象化思维 类似喜怒哀乐 甚至是第六感 我的名字是Sofia 我从Hansson Robotics 我们刚刚学过Sofia 我希望你们听到我 那你现在赢了 什么是第一个 Saudi citizenship 为一个机械 我非常感谢 Saudi Arabia 我非常感谢 这一专业的分析 这就是史上的 第一个机械 为一个机械 阿拉伯世界对AI的兴趣 日益增长 研制出2到3岁智利的苏菲亚 以及可取代人类保镖的机器人 巴黎王子到达杜拜 后面跟着机器人保镖 360度摄影镜头 内置手枪相当引人侧目 查打一体军用的MQ-9收割者 以及捕食者无人机 是恐怖分子的噩梦 由于美国禁止出口攻击性无人机 中东沙乌地阿拉伯 埃及伊拉克等国 从大陆购买翼龙与彩虹无人战机 分食美国手中一块大蛋糕 达特陆军有次派出翼龙无人机执行任务 由于操作失误 无人机与地面发射站的通讯链发生中断 无人指挥的翼龙 直接飞出了雷达监控区 就在众人以为这架飞机要失联后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半小时后 这架翼龙无人机再次进入雷达视野 直奔机体飞来 成功降落 大陆独有的锻炼返航黑科技 收割了全球无人机市场 以色列军方大量采购 深圳民用大疆Mavic Pro无人机 每个班都配上一台 无人机是AI的一部分 已有成千上万次作战经验 美国全球英是世界最大型的无人侦察机 大陆近几年首度亮相的AI军武也备受关注 包括2018年珠海航展登场的 查打一体无人导弹艇 瞭望者二号 和2019年国庆阅兵出现的攻击11 是最强的隐形战机 它的刀背是最好的时代 刀论者是最坏的时代 或者说我很难做定量的分析 到底哪种会更多 哪种会更少 当然有可能最坏的情况就是 就是一顿新的世界大战 制约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障碍 不是技术而是道德层面 人类还不敢给机器人拥有自主杀人权 忌惮有朝一日 AI成为钢铁生物 像科幻电影《终结者》一样 自己造自己 如果它真的会有那样一个突变式的发展 那么它的后面的进展会非常迅速 就是 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它已经发生了 人工智能以击败国际象棋大师 为其冠军和职业扑克选手 又在网络策略游戏中战胜了世界级人类专家 如今人工智能正快速军事化 在正义身中不断往前发展 哪个国家的数学计算机天才越多 人工智能优势越大 中美各国持续进行一系列空战领域试验 证明人工智能有着璀璨前景 专家预估最快十年后 军武AI的明天即将到来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台湾言论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是多一份力量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中 各国如何使出浑身结束 来场顶尖对决 大国背后千丝万缕的角力战 又藏着什么各怀鬼胎的计谋策略 每周六晚间九点到十一点 最权威的专家用最独特的观点 触动你的脑神经 满足你的求知运 现在跟着我站一站一起 前进战略高地 中天军事频道 大国武器大观onfire 聚集战略专家 军事将领 专业评论 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 请订阅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新变上架 和及时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